像童文的金星在天蠍座 你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你最后一个冥王星也在天蠍座 意味着因为金星与每一个人的感情 恋爱这些事件有关 好那所以有一些金星在天蠍 又加上这个跟冥王星在一起 我想实在话 这种恋爱的经历 真的讲出来八点档都不用看了 好因为太精彩了 而且呢每一次的恋爱都像是 脱了一层或者是好几层皮 但是呢我们有机会从这些 不开心的事件当中成为浴火凤凰的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会从失败中 努力的站起来 对我们听过童文 这么精彩的故事 那我们从星盘当中呢 可以观察星盘的太阳月亮火星 跟上升星座 来看看哪些星座的朋友呢 会在失败之中再一次站起来 那为什么观察火星 因为星盘当中的火星 与每一个人我们说 遇到一些打击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有关的 所以可以从这几个面向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 如果呢有落在 牡羊座的朋友 我们的特质就是 直面挑战 而且会越错越勇 我看了一下 童文的月亮就在牡羊座 所以有对上 你知道很多人一讲到牡羊座 这个星座会说 哎呀牡羊座呀 他们的记忆力只有三秒钟 我跟你们讲 这真是高估了牡羊座了 为什么呢 因为牡羊座确实 他们就是那种 遇到任何事件 当然在那个当下 他会觉得 大受震撼 受到打击 但牡羊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向前看的星座 他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如果沉溺在这样的一个 不管你讲说 伤痛啦 不开心 这些情境当中 可能对于现况 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而且牡羊座我们讲 他是一个欲强则强 欲更强 他就会更加 让自己更精进的一个星座 像童文对不对 因为童文很有趣 你是月亮在牡羊 对 月亮与一个人的一种 内心世界有关 所以他的内在 其实是非常的这种 我们讲强悍好了 好 而且呢 就是你小时候 可能遭遇到很多的 不开心的事情 好 月亮在牡羊座 有一些朋友 确实小时候 我们要怎么活下去 都是要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拼命的 那可是呢 他有一个很坚强的内在 再来呢 就是因为月亮 也与每一个人的 这种母亲关系有关 好 所以童文你看 你自己身为一个母亲 这个角色 其实就是 当你遇到一些 你会觉得 有时候人是 真的是过不去的坎 你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心情 很低落的时刻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就会想到 我是一个妈妈 我可能看到儿子 在那个病房外面的照片 我就觉得说 不行 我一定要让自己 赶快的坚强起来 去面对生活当中的 种种考验 因为我还要照顾我的小孩 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们就可以从一些 失败的这种经验当中 再一次站起来了 而且因为听了 童文的故事 我就是想说 为什么你前面 这么有这几番经历 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 像童文的 精心在天蝎座 你有没有看到 然后你最后一个 冥王星也在天蝎座 意味着 因为精心与 每一个人的感情 恋爱 这些事件有关 好 那所以 有一些精心在天蝎 又加上这个 跟冥王星在一起 我想实在话 这种恋爱的经历 真的讲出来 八点档都不用看了 好 因为太精彩了 而且每一次的恋爱 都像是脱了一层 或者是好几层皮 但是我们有机会 从这些不开心的事件当中 成为浴火凤凰的 为什么呢 这时我们就来看 第二名的星座 就是天蝎座 虽然我们没有观察精心 但是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的太阳月亮 火星上升在天蝎座的话 那童文特别 就是在感情世界了 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说会 东山再起 就是我最佳的复仇 这是一个非常 励志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讲 天蝎座特质强的人 可能当我们要观察 整张星盘 在人生不同的面向 其实都有一些 我们真的是 咬牙度过的一些时光 虽然外面的人 可能没有看到 你只会觉得说 哎呀 其实人生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 走路哪有 不管一下 不扭一下的 但是对天蝎来说 确实某一些时刻 真的是那种 好像晚上 我真的是 没有人懂的话 我只能自己 暗自垂垒的时光 但是呢 对于天蝎来说 他会觉得 如果我就这样 被打倒了 这个太丢脸了 太没有面子了 而且呢 只要我能够东三再起 不只是东三再起 我还要过得比过去更好 这个就是 我把我自己过得更好 就是对那个打击 我的人的最佳复仇 所以很多人讲说 天蝎座很记仇 会去报复 其实那个你看到的可能 我想实在话是比较 这个比较低阶一点点的 天蝎的反应 比较高阶的天蝎是 我知道你打击到我了 我知道我受伤了 但是你过你的人生 我过我的人生 我会把我的人生 过得更美好 让大家看到我 都是赞不绝口 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复仇 你会很遗憾 你当初欺负了我 我觉得这是天蝎 其实它会让自己 从失败当中 可以东山再起的一个 给自己最佳的鼓励 而且天蝎座 我们讲 它是一个水元素的星座 是固定的水元素星座 所以天蝎不像母羊 我们刚刚讲母羊 记忆力只有三秒 对不对 天蝎它有些事情 它可以记个三十年 差距非常大 但这里的记忆是什么 它是提醒自己 我不要再一次 经历那样的事件 我不要再一次 经历那样的一个情境 它把它当成一个 砥砺自己向前 更加努力的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驱动力 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质 让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一名呢 会从失败当中再站起来的星座 我们说其实是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了 摩羯座会咬紧牙关 而且我们身具韧性 两位来宾都是上身摩羯 子萱也是上身摩羯 童文也是上身摩羯 我全中了 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有时候事情会记三十年 的时候记三秒 对 它会不停地交换 看世界 好 应该这样讲 摩羯座特质强的朋友 就是我们讲 他们也是韧性非常强的 而且摩羯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品质 就是他会觉得 我不要急在一时 像刚刚前面讲的 母羊座的人 你欺负他 他马上跳起来跟你吵架 或者是他会做一些反击 但摩羯不是 摩羯是 他们可能会当下觉得 没有反应 过了几天会觉得 我好像受到欺负了耶 会不会这样子 有时候有点慢半拍 子萱会这样 我真的常常这样子 就是别人就说 怎么刚才那个人欺负你 你为什么不反击 对哦 有吗 我会这样 有吗 然后回家之后想了三天 我觉得不太对耶 他刚才真的是欺负 他前几天是欺负我了 摩羯座反应慢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 天蝎他会记住 一些情境 一些这种 当时的每一刻感受 摩羯座他也是会记住 但他记得不是 我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这种 我们讲说很直接的一个感觉 摩羯座的是一个经验 他会把说 可能我今天做了一些举动 我做了一些事情 别人觉得这样不好 然后觉得我受到打击 摩羯会说 好 我把这样的事情 我以后当成经验 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会把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说 可能看起来像是失败 但是当成一个 我日后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再踩在同一个坑的 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资历了 好 而且呢 我们讲 摩羯座是十二星座里面 真的是身具韧性 什么叫做韧性 就是我们非常有耐心 我会觉得 我要东山再起 我可能不急于一时 好 我可能 比方说啦 可能感情事件好了 可能我过去有一些 被大家知道的 不太开心的感情经历 那当我再一次 有一些新的对象 我就不要急着公开了 我自己就会先去 观察他一阵子 可能我一开始 我年轻的时候 一看到 我觉得哇 闪电般的恋爱 我马上投入了 但摩羯 我们讲说 他会记取经验 我这次再遇到 不错的对象 我就先观察一阵子 觉得还不错了 我们就慢慢来 而且呢 我可能也不急着公开 但是就慢慢地 顺其自然 让这个感情 可以更美好 更成熟的时候 让大家知道 我们就可以得到 大家的祝福了 好 这是摩羯座 我们讲 会用一种 慢慢来的方式 但是我会一步一步 做得比过去更好 让自己这样 东山再起 所以我们可以 跟有上榜的朋友们 好好的学习一下